嗨,大家好,我是阿春 今天延续上一堂课 我们今天再来学几个非常重要的和弦 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是入门和弦的第二堂课 如果还没有看第一堂课的同学 可以先去看第一堂课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十个和弦 加上上一堂的四个和弦 一共是十四个和弦 也是我个人觉得对初学者最重要的十四个和弦 学完以后我们会很快的尝试两首很著名的歌曲 一首是后来 一首是飞鸟和禅 基本上这十四个和弦只要你学完了以后 你就已经掌握了基础和弦的按法 以后你看到任何的和弦 你都能很快的掌握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第一个和弦 好,第一个和弦是C 你的食指会在第二条弦的第一格 中指会在第四条弦的第二格 无名指会在第五条弦的第三格 按好了过后 你就可以用你的拇指从第五条弦开始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声音 好,很快的第二个和弦Am Am和C其实长得很像 只要你按着C的时候 把你的无名指移下去第四条的第二格 第四条第二格 这就是一个Am和弦 第三个和弦就比较难一点点 第三个和弦呢 你需要用你的食指在你的第一格 也是最下面的两条弦 一起按着 然后呢 中指在第三条第二格 无名指在第四条的第三格 这个叫F和弦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窍门 如果你按不到的话 你可以你的食指按不到的话 按不到两根弦的话 可能你可以试试看 就让它侧面一点 用你的食指的侧面一点来按 就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不要太正面 侧面一点 稍微倾斜一点 对初学者来说呢 一根手指要按两条和弦的话 两条弦的话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Fmaj7和弦 它其实是F和弦的一个兄弟和弦 它们可以互相共用的 好刚刚你按的F和弦是这样吧 你只要把第一条放开 让第一条是变成空弦 它就是一个Fmaj7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取代 比较困难的F和弦 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果你可以尽快的把F和弦学起来 那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F这个和弦 其实也是常常看到的一个和弦 好第四个和弦呢 其实在上一堂课已经有学过了 就是G和弦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太多赘述了 好和上一堂课一样 我们很快的来练一练我们的和弦进行式 今天这堂课呢 我会提供另外六个和弦进行式 来供大家练习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C和Am 刚刚有说过的C去Am和弦 其实我们只是动一只手指就够了 只是一只手指在移动 其他手指不用动 所以CAm 跟上一堂课说过的一样 我们在把右手带进来之前 我们尽量把换的动作练好 CAm 好同样的一个和弦 我们刷四下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一 二 三 四 好第一个和弦进行式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第二个和弦进行式 C和F C和F呢 其实动作也是很小 我们只要动两只手指 就是你的无名指和你的中指 都把它往下移一条弦 就是无名指往下移一条 中指往下移一条 但是这个动作要一起的 就是两只手指一起移动 C F7 C F7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同样的一个和弦 我们刷四下 一 二 三 四 在这里人家要注意到的是 F和弦其实和我们之前学过的D和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上面两条是不弹的 所以当你在刷F和弦的时候 Fmaj7和弦的时候 我们从第四条开始刷起 尽量不要动到上面两条弦 好 第三个和弦进行式呢 会有三个和弦 C Am 还有Fmaj7 我们先来试一试左手的动作 C Am Fmaj7 回来C C Am Fmaj7 C 好 我们一起试试看每一个和弦刷四下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一 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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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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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因为它的动作会非常的大 C 换去G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根手指其实都动到了 C G C G C G 同样的我们把右手刷四下的动作带进来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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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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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六个和弦进行式和第五个和弦进行式的和弦是一样的 同样的四个和弦 不过持续有点不一样 C G Am F7 C G Am F7 只要之间的哪两个和弦 如果你还不够熟悉的话 你就一直练那个动作 练到你比较熟悉可以掌握的时候 我们再把右手的动作带进来 比如说在这里比较有可能有困难的 就是 G 换去 Am 它又是另外一个新的组合 G Am 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练这个动作 练到你可以很熟悉的掌握 好很快的 我们来试试看第六个和弦进行式 右手刷四下 一 二 三 四 i 三 三 四 Kate 好,在这里多一次的提醒大家 F这个和弦记得不要碰到上面两条弦 要尽量大概弹下面四条弦就好了 好,弹了六个和弦进行试过后 我们再来学多四个和弦 这四个和弦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和弦 反正今天你学的十个和弦 加上上一堂课学的四个和弦 一共十四个和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弦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第一个Dm7 你会发现到刚刚你还如果还记得F这个和弦的话 F这个和弦是这样 现在Dm7其实跟F长得非常相近 你只要把你的无名指从第四条弦放开 其实就是Dm7 同样的它也是涉及了这个十指按两条弦的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也是有点困难对书学者来说 但是永远记得慢慢慢慢熟能生巧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记得上一堂课我说了不要让太多思想干扰 来干扰你的学习进度 所以记得如果你一直按不到这个和弦的话 你要记得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十指指力可能还不太够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触感其实可能还没有练出来 这也是上一堂课我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指力你在不断练习和弦的途中其实就会慢慢增加 而触感你在接触吉他一定的时间以后也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要记得千万不要气馁只要你肯 这两个和弦是一定按得到的 下一个和弦呢叫做Dm和弦 Dm和弦的弦其实是兄弟和弦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相取代的 Dm是这样按 很快的我们来看下一个和弦 下一个和弦叫做Bm Bm和弦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初学者的杀手 我们先看一看他到底怎么按 好他是把你的食指完全封闭式的按在你的第二格 按完六条弦 然后这里中指在你的第二条 这两只手指呢分别在第三条和第四条 好为什么刚才我说他是一个初学者的杀手呢 因为我教学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初学者 按得到这个和弦 所以通常呢我都会建议另外一个和弦来取代这个和弦 另外一个和弦也就是Bm的一个兄弟和弦 他的读法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叫做A sus4 slash B A sus4 slash B 他的按法是十指在第五条弦 中指在第三条弦 无名指在你的第二条弦 第三格 这个是不是比刚才那个Bm好按很多 好虽然我们在这里刚刚已经省略掉了那个Bm 但是你要记得迟早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那个杀手和弦的 但是绝对不是在今天 因为你还是个初学者 所以凡是你以后只要看到Bm这个和弦或者是他其他的兄弟和弦 Bm7也好 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和弦 在这里也提一提什么叫做封闭式的和弦 你常常会看到别人弹吉他的时候常常会按这样的和弦 这一系列的和弦你刚刚看到了 十指都是把六条弦都按到完 然后右手再按一些不一样的位置 所有这种和弦我们都叫做封闭式和弦 这样的和弦其实对初学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插手 因为没有多少个初学者一开始就会按得到这个和弦 所以我们说回刚刚的话题 凡是你看到Bm Bm7这种和弦 你都可以用Asus4 over B slash B这个和弦 来期待 好看到了可怕的和弦以后 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和弦 Em 只要把你的中指和无名指放在第四和第五条 第二格就可以了 这个Em其实和Em7也是兄弟和弦 后面我会展示一个图表让大家看一看哪些是兄弟和弦 从刚刚到现在加上一堂课 其实你已经一共学了14个和弦 对我来说这14个和弦是初学者最重要的和弦 而且基本上你已经掌握了两个大调的所有和弦 刚刚你看到的是所有C大调和G大调的和弦 也就是说其实你学的14个和弦其实已经覆盖了两个大调 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基本上音乐里面有12个大调 C和G这个两个大调其实是在吉他上最简单的两个大调 刚刚你也看到他们的第七个和弦 有一个叫Diminished DIM 这三个字 你不要被他们吓到 其实这个第七个和弦是很少很少机会用到 所以我们暂时都不理它 而真正重要的是前面六个和弦 因为基本上你在弹奏一首歌的时候 你用到的和弦都是前面六个和弦 所以学会一个大调里的所有前面六个和弦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而你现在已经掌握了两个大调的所有六个和弦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所有学到的14个和弦 我相信你看到这么多和弦一次过出现呢 肯定会头昏脑脏 不要太担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通过练习我们平时的和弦进行式 加上一些练习曲 其实慢慢你就会开始熟悉这些和弦 哪一个和弦是怎么按的 哪一个和弦叫什么名字 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熟悉的 好很快的我们进入了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在这里我会推荐大家两首歌曲来练习这些基础和弦 第一首是C大调的后来 第二首是G大调的飞鸟合铲 在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你看到的和弦 其实都是已经简化的和弦 和原本的味道也许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但是基本上还是可行的 在这里我也很快的解释一下 什么是小节 你现在看到荧幕上的 这样子就是一个小节 如果一个小节里面呢 有两个和弦 那个叫做半小节 比如说一个小节 一个和弦的话 我们刷四下的话 当你看到半小节的时候 我们一个和弦就会刷两下 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例子 假设我们弹的和弦 是C和Fmaj7 分别都是半小节的话 所以以其刷四下 我们C会刷两下 Fmaj7会刷两下 听起来是这样的 好我们先来尝试第一首C大调的后来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所有的和弦 第一个和弦是C 第二个和弦是Em 第三个和弦是Am Dm 再来有Fmaj7 C Dm7 G 回来C 好这里虽然我很快的带过 但是你要记得 自己先慢慢熟悉这些和弦 至少你要能做到 看到什么和弦 一秒内你就可以反应它是怎么按 如果在还没有熟悉哪一个和弦 叫什么名字的情况下 你看到了反应不过来 那真正在弹歌曲的时候 你就会手忙脚乱 所以记得先熟悉所有的和弦 好我们一起来尝试这首歌曲 好在这里我只陪大家练习了一个回合 大家可以不断的持续练习 一直到你很熟悉位置 在这里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基本上这首歌所有的和弦都是一个小节的 最后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 Dm7和G是半小节的 很快的我们来看下一首歌 G大调的飞鸟和弦 同样的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它所有的和弦 第一个是G 第二个是D 再来是Em Emin Emin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E-7 因为它的动作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再来有一个Asus4 over B 再来C at9 D 同样的Asus4 over B E-7 E-7 最后一个Am D 好再提醒大家一次 在这里我只是很快的带过 但是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记得先熟悉所有的和弦 不然你一定会手忙脚乱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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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可以留意到这首歌的难度其实是比后来高一点 因为呢它半小节的部分其实是比后来多很多的 而且这首歌的速度其实相对后来呢是比较快的 半小节也就意味着你换和弦的速度和反应需要很快 不然当你遇到半小节的时候你一定会手忙脚乱 所以在这里再啰嗦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熟悉你的左手的和弦 要很快的可以反应 一秒内可以反应怎么按 你才可以顺利的进行这个练习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刚刚大家看我弹的好像非常简单 其实每一个初学者呢 在学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点困难 都会有点吃力 大多数的问题呢都是反应不够快 换和弦的速度还不够快 所以在可以做练习曲的练习之前 你一定要把你的左手的换和弦速度提高 在一秒内就要换好和弦 记得不要气馁 一开始做不到是非常正常的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学吉他一开始 都是面临一样的问题的 但是也几乎百分百的人一定能克服这些问题 所以不要气馁 记得大家可以无限循环刚才的段落 一直到你可以顺利弹奏为止 好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很重要的概念 今天和上一堂课 我们一共覆盖了14个和弦 这14个和弦其实是C大调和G大调里的所有和弦 为了不要扯的太远 我在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 简单来说音乐里面有12个调 一旦你学会了这14个和弦 其实你已经覆盖了C大调和G大调这两个 在吉他上最简单的大调 也是非常重要的大调 假设呢再配合一个叫变调夹的东西 就是这个 在这里示范一下 当你夹在第二格弹一样的G 其实它比刚才我们弹的G已经高了两个 假设你夹第三格 它就高了三格 假设你会了G大调和C大调这两个最重要的大调以后 再配合这个变调夹 其实你已经可以顺利的弹12个大调 在往后的影片里我会为大家详细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我就不搞得这么复杂了 好这两堂入门和弦基础课呢 是学吉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堂课 你需要最重视的事情呢 就是左手迅速有效的换和弦 只有在左手能有效的迅速换和弦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完美的弹奏一首歌曲 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右手开始学习一些新的弹法的时候 你的左手假设还不能迅速有效的换和弦的话 你一定会非常手往脚乱 今天学习的两首歌曲呢 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你足够勤劳 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应该能够顺利的演奏 大家也可以重看上一堂课入门和弦1里的一些 我提到的练习的原则和撬门 那些都是关于练习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肯定可以大大提高你的练习速度 记得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建立肌肉记忆 只有在肌肉记忆顺利建立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左手有效的换和弦 大家加油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